L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立陶宛人對上薩拉森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是這位立陶宛人 那玩家是MBL 是我們之前也是常提到的頂尖玩家 那立陶宛人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毛兵跟長槍兵的系列 垃圾兵移動出特別快速 再來就是他撿生物的時候 只要每一個生物放到他的修道院裡面 騎兵跟列提斯的傷害 都會各加異攻 那遊俠也可以變成最有戲面 最高攻擊力的遊俠 所以立陶宛人算是偏後期的文明 前期的經濟加成並不太明顯 但是一開始有多150肉 所以一開始你看這個村民 可以一直按一直爽 這個排程直接排到四個人 所以他前期也可以打一個黑棒棒快攻 那這個黑棒棒快攻 這個打法已經算是 現在沒那麼熱門 之前立陶宛剛出的時候 10-8987%一定是黑棒棒快攻 但現在更多人會 投資這個食物 高速上封建 大概17p或者是18p 就直接上封建 然後直接打落馬戰術更多一點 而不是直接看到立陶宛 他就一定是打棒棒 這個時代的Meta都有在改變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薩拉森人 那薩拉森人我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他是一個非常難玩的一個工兵文明 還有駱駝文明 怎麼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他本身沒有什麼經濟加成 再來就是他需要靠四級的買賣 才可以獲得一些經濟上的優勢 那他的這個四級也是相當便宜 四級只要75木頭而已 一般我們也是要175木嘛 直接省100木的樣子 那薩拉森人最特別的地方是他的駱駝 駱駝血量很多 好像是170滴血吧 還160滴的樣子 大概是那個區間 血量是非常厚的 那也造就他的這個寶兵 奴隸兵喔 血量也是超級高 那他奴隸兵比較多弱點喔 是比較害怕騎兵 不是 不好意思 跟這樣 比較害怕弓兵喔 跟這個 騎兵的部分喔 騎兵部分是Counter對手的 但是如果騎兵大量貼上來的時候 奴隸兵也有會打不贏的情況喔 只能用這個拉打部分喔 去跟對方換會比較好 因為奴隸兵本身攻擊速度不快喔 但一般的遊俠攻擊速度很快 還有駱駝 所以並不一定說奴隸兵 是完全Counter馬國的這個講法 你只要去實驗就知道了 這個奴隸兵 100隻打100隻遊俠 只要遊俠貼上來之後 遊俠可能還是打得贏的 這是薩爾森 玩的時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一定要一直去控他 不控他很容易就會出事了 好 那再來是薩爾森的工兵 打這個建築物喔 傷害特別高 在這個以前 世紀帝國決定版幹出來的時候 薩爾森的工兵打建築物4加4攻 打這個木牆 直接是瞬間毀滅喔 然後直接很快就射進來了 所以這個薩爾森以前 是我的上分利器 但是他現在改的比較平衡一點 所以現在薩爾森就沒這個問題了 反正薩爾森有點偏弱了喔 他應該算是 比賽中 比較少人選的文明了 之前的話 剛出來的時候還蠻多人選的 但現在已經沒有人要玩他了 畢竟這個奴隸兵跟駱駝 並不是這麼的好用 要玩駱駝的話 還有其他文明更好玩喔 像什麼區德羅人阿 印度斯坦阿 之類的喔 這些文明都駱駝都很好用喔 不一定要都用到這個奴隸兵喔 那尼控這邊應該是隨機選到的 兩邊應該都是隨機啦 通常超過2300分以上的玩家 都是玩隨機的 都不會去玩什麼自選文明 他們都是為了要應酬 不是應酬 準備比賽 所以才都玩這個隨機文明 這邊兩邊伺候互相見面了一下 稍微兩邊都打個招呼 那這邊立陶宛是選擇19P上風 尼控這邊也是19P 結果還是要打棒棒嗎 這邊也算是偏快速的 上到了封箭實彈 馬上補下了自己的名兵 結果還是要打棒棒阿 立陶宛這邊棒棒出來之後 會轉裝甲嗎 我思考一下喔 有可能喔 有挖金的話 轉裝甲小弓 OK 沒問題 那這個胎兵點出來的話 轉裝甲的機率應該是87% 除非他這邊看到 MBL有看到對方 直接在挖金礦的情況下 可能會猶豫一下 會不會上中甲 但是他這個視野應該是看不太到的 這個有點遠喔 我們稍微看一下MBL的視野 他一看 欸 這個金礦圍得很外面喔 他只能看到木牆 這一點點 他不知道他的主金在哪裡 所以他現在要分析到 對方到底有沒有挖金礦 因為薩拉森人也有可能是打 刺頭開局的 但這個機率性是偏低的 薩拉森人還是會打工兵開局 可能性更高一點 好 立陶宛這邊 不知道會不會下 這個裝甲步兵喔 就來拭目以待 好 那MBL選擇了點下這個雙面斧 先點下一級末 那 Nikon也是喔 兩邊都是選擇一個比較穩健的 開龍打法 好 那這邊直接下了一個4級 直接下了一個4級 然後這邊只要硬衝進來 再棒棒加上 刺猴直接進來 因為TC裡的村民不多 所以箭矢傷害並不是這麼痛 哇 還直接走出來 還把羊射死 好虧 直接少了200肉 薩拉森人這邊直接遇到對手直接衝架的狀況 有點傻眼 但是棒棒其實快沒血了 但是遇到這種落蛋的村民可能還是會被收掉 完蛋 後面箭矢傷害也不夠高 哇 這邊還按下了裝甲不應升級 最後還是升了上去 雖然只剩下兩隻裝甲 但是都是殘血的喔 通常這個情況下 可以用村民直接反打就可以了 所以MBL這邊最好是不要直接硬上 直接在旁邊一直跳恰恰 讓對手增加自己的手術 讓沒有辦法好好的專心農 就是他現在最大的目的了 現在要拿到一村 基本上是天方夜譚 絕對不可能直接用單位去硬換 好 那這邊尼控選擇了下這個 冰工廠 跟軍營喔 然後這邊應該是要轉小弓了 小弓是不是已經蓋好了 射箭長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試試一下冰工廠了 好奇怪喔 先下冰工廠跟市集 他本來應該是要黑跳城 直接跳上去的 但這邊殊不知跳到封建上去之後 好像也沒跳得很順利喔 這裡又被騷擾到了一下 肉有點缺 這邊應該是想要靠買賣上去喔 因為這邊我們剛剛前提有講到 薩拉森是需要靠買賣 才會有這個經濟加成 那這邊確實有買賣了一波 很多人挖黃金 九個人挖金喔 很多 那這邊買賣成本比較低的關係喔 所以可以用更優惠的價格 買到自己想要的資源 這邊應該還會再賣個100木 然後再買個100肉 OK 果然這樣買賣上去 哇 石頭也賣光了 高速上城堡 13分鐘就點了喔 這跟一般的直層速度其實差不多喔 都一樣是27P上 我們一般的黑跳城的直層打法 都是25P點 封建 然後要上城堡時代的話 再點個兩吋 就是27P 然後就可以直接上 哇 果然還是要砍11吋 這就是裝甲最強的地方喔 傷害極高 封建時代最可怕的傷害就是 裝甲攻擊力6 連小弓的攻擊力都比不上裝甲步兵 這就是裝甲為什麼封建時代這麼強的原因 好 那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但MBL這時候還不知道 對手要轉什麼兵喔 但這邊應該是有知道對方為死 所以應該心裡有數 不會再繼續硬上 去按這個兵喔 去跟對方打架 這是比較有可能的 好 那這邊你放出來 看一下對手在幹嘛 有沒有繼續爆兵 結果兵沒有按 反正選了下4級 那MBL可能也是要用 靠4級買賣的方式 去轉出自己的肉 因為現在要去撒農田上去的話 速度會太慢喔 不如就直接用買賣的一波 上去會更好一點 但這邊MBL會賣掉石頭嗎 這有點令人疑問喔 因為如果他賣石頭的話 這邊高速上城堡時代 就意義不大了 因為他這邊是需要一些 石頭去改TC的 所以這邊我覺得 MBL可能會保留自己的石頭 然後選擇在自己手動挖金 然後上城堡時代 這會更顯得更合理一點 因為立陶安本身 他要上去的話 就是要開農喔 沒有開農的話 他上成也沒有太強大的一個威懾力 可以去阻止對手 好那這邊MBL要趕快去 點城堡 那殺生第一時間是選擇下修道院 然後按兩隻騎士 那騎士可能會按得有點緊繃喔 因為這個村民的肉量可能會不太夠 所以應該只能按到3到4隻左右就停了 哇這邊還卡住尷尬 特別要第一個木牆 才可以把這個騎士放出去了 好那應該就是4隻騎士 然後開始努力 轉租自己的TC出來會比較好 好 阿拉伸生女也按下去了 好城堡時代按下去之後 MBL會怎麼樣做一個選擇呢 那我覺得看到對方出騎士 然後還有生女的情況下 MBL他打一個 重裝長槍兵流 有沒有搞團 好像有搞團 畢竟他的長槍兵移動速度快 對不對 雖然太少可能會被直接吃掉 這邊要繼續拉阿媽 哇要被追到了 直接回頭反打 先搓殘血的 哇沒搓死剩一滴 好後面再回去搓一下 要嗎 還要再繼續追嗎 哇你看這個長槍兵移動速度真的很快 直接戳爆 後面有幾隻刺頭過來打一下 把殘血的刺頭給收掉 好這邊居然還招到對手的毛兵 但是這邊看到毛兵被招翔 刺頭第一時間過來 想要砍掉生女 哇 直接高打D 收掉了生女 哇還可以逃跑 這個逃不掉嗎 感覺逃不掉 好那這邊你控在家裡的石頭旁邊 幹一下第一座TC 那這邊會打寶兵的感覺 現在挖石頭人數其實蠻多 六個人 然後這邊又蓋了TC 出來的村民會繼續挖石頭 好第一時間在這邊蓋一個寶 也不錯 好可以守一下黃金點 好那移到城堡時代MBL 蓋一下自己的第二個TC 第三個TC可能會晚點下 因為會先點二級墨或一級農 然後再補下修道院 去搶賭這個聖物 因為MBL我們剛剛有講過他是立陶宛 那立陶宛就是需要減聖物 他的騎士才會搶 基本上不打騎士的立陶宛都已經下去了 基本上也沒什麼太多東西能打 立陶宛就是這麼吃這種奇兵的文明 剛好薩拉森是完全counter奇兵的文明 但是還有希望啦 如果MBL這邊可以拿到四個聖物的話 就還有能打 四到五個 不是說四到五個 拿到四個的話就是他最強緊繃的狀態 拿到兩個的話可能剛好打平 因為畢竟立陶宛是沒有三級攻的 所以這邊騎士傷害會比其他文明更少兩攻 如果沒減生物的話會更慘 所以這邊你今天是趕快下修道院 趕快去開出自己的TC 然後開農 因為你有農的話才能轉出大量騎士 沒農的話不可能 所以這邊我覺得比較合理就是出長槍兵啦 對啊 長槍兵比較合理 因為長槍兵造價成本低 又可以即時防守對 即時防守住對方騎士的傷害 那也可以做到一個堅守 嚇阻對手近來騷擾的一個慾望 這邊再近來稍微考慮一下 那這邊他們點神聖思想關係 勝率血量其實不多 但是還是很順利的 收掉兩隻森旅 這兩隻刺猴已經做到非常多事情了 好 那立陶安這邊 一直用刺猴去阻止對手去撿聖物 讓自己有撿到聖物的機會 但現在聖旅還不敢出門 已經累積到四隻了 這邊可能是要等一下到這個神聖思想 點下去之後才會出門的感覺 他有重裝長槍兵升級好 但是由於現在要維持自己的 TC的 運轉的 肉量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要轉出這個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我在想他這邊可能要 囤到快要約十隻才會出門 那這邊應該要點神聖思想了嗎 要出門了出門了 常常兵力出來 目前會害怕的東西就只有工兵 但是薩拉森沒有轉工兵的關係 所以目前他這樣出去的話 是可以有效對抗對方的歧視的 而且現在去撿聖物的話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聖物的數量在地圖上越來越少了 這邊能撿聖物的東西 其實一直有吃 我在巡邏 這裡都是聖物 那目前MBL一個聖物都沒有拿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薩拉森這邊 薩拉森這邊是三個修道院 哇 然後已經拿到兩個聖物了 那現在MBL不知道 知不知道現在聖物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那目前MBL家裡的室友 一片黑暗 完全不知道聖物的位置在哪裡 那這邊只能選擇往前進攻了嗎 不去探聖物 哇 如果立陶宛不打聖物的話 要怎麼打呢 這個我也不太懂 薩拉森來補下了宗教狂樂 哇 贖罪思想也點了 這個科技點下去之後 就可以招搶對方的生旅 對方的生旅會大難領頭 好 這邊聖物招 生旅互相信教 你要不要信教啊 你信我信 而且有宗教誇論的話 就可以追到對方的生旅囉 這個很細節喔 好 這邊直接護招 欸 但是立陶宛這邊 其實也能招對方生旅 兩邊護招 但是塔塔兵也在後面想要來做防守 能拯救到一隻嗎 哇 這邊直接跑掉 兩隻刺頭還直接活著回來 哇 這個操作細節真的太厲害了 是我的話這兩隻刺頭應該倒了 來不及控 好 但是這邊兩邊都有最俗思想的關係 所以兩邊不太敢直接前壓了 可能會直接先選擇回家吧 因為這邊再繼續前壓的話 MBL可能會全部倒光 這邊全倒的話家裡就很難守了 然後但是家裡又要繼續發展經濟 所以不太可能這邊再繼續前壓了 一定要保留一些生女的死率喔 那這邊不知道會不會再按幾隻刺頭去探一下圖 不然全部的生物都被拿走的話 立陶宛可能會有點難受 好 探望了第一步下 這邊要來大爆娃娃機了 沙拉森這邊村民宿稍微領先山村 那家裡的狀況也是一片良好 哇 4TC了 欸 3TC吧 3TC 我以為4TC了 好 那目前MBL也是3TC開農 然後右邊還補下了一個大學 這邊補大學應該是要上帝王時代喔 好 村民往前拉 結果被刺頭抓包 第一時間沒有招想 反而是拉自己的場場兵 可能覺得招了也沒有太大意義 對方一定可以跑掉 因為刺頭是有抗招想的能力的 而且打生女有額外傷害 好 那這邊先上帝王時代的 是立陶宛 那這邊拉這麼多村民 是要潛壓城堡的關係喔 所以才拉這麼多村民出來 但現在石頭不是夠多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辦法蓋城堡 這些村民只能發呆 那這邊挖石頭的人數其實蠻多喔 16個人在挖 但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喔 這個才能挖起移動城堡 那它大為壓城堡的潛壓位置喔 我再猜可能會是這個地區喔 因為這裡有TC 然後又有兩個馬舊 而且還有市集跟修道院 而且離對方城堡也蠻近的 好 待會一上帝王時代的話 這邊巨頭可以直接開頭了 喔 結果是選擇這個位置喔 OK 好 那那就沒事了 選擇一個偏保守 這個地方是一定能蓋起來的 要你蓋這邊的話 還不一定能蓋起來 因為對方也有僧侶了 好 那看來還是我比較猜一點的關係 完全沒看懂 喔 這邊過來騎士前央就還帶神旅耶 這個很細節 這樣就不能安心的去圍家了 那這邊可能會被打出一個洞來 可能要趕快剩一下 重裝長槍兵的升級會比較好 好 家裡拉了很多神旅回家 這邊前線這個城堡應該也很快的 可以去打出幾個洞來了 好 長兵上去硬戳 但是還沒生重裝 先收村一下 OK 這邊稍微圍一下 但是還是被鑽了過去 第一時間想往下 但是下方有森旅 這個洞應該可以跑掉 沒有問題 這邊沒有第一時間去圍洞 好 這邊想要往前 但是卻看到這裡有兩個城堡 第二個城堡也往前蓋 通常這樣子蓋連續兩個堡 原因是因為要直接上帝王時代 連續蓋很多巨型頭時機 直接開拆城堡 所以才會這樣打 不然通常這個城堡不會這樣蓋在一起 因為這樣防守範圍 就只有這塊面積 其實蠻不划算的 會這樣蓋的話 只有這個一個選擇 就是要高速量產 這個巨型頭時機 才會做這個選擇 這個打法只有城堡 帝王初期比較容易看到 其他時間不太可能會看到這種景象 城堡幾乎連在一起的狀況 哇 這個薩森打一個 僧侶戰 連這個 連這個 啟事思想一點下 僧侶的休息時間 變短了 然後一群僧侶招想的時候 也只需要一個人 休息就可以了 後方大量騎士在後面追 但是MBL第一時間沒有看到 騎士直接開了上去 直接砍死大量的僧侶 哇 尼控這邊 直接賺爛了 這一波MBL 有點瑟瑟發抖 自己的僧侶全美了 待會這邊騎士要上來硬拆 巨型頭時機也沒什麼問題 這邊可能要趕快補下軍營 然後在前線趕快產大量的長江兵才比較好 不然這邊很容易喔 被對方騎士直接上來硬插 後面 之後過來稍微探一下路 長江兵數量其實不多 巨型頭時機 尼控這邊在防守 但是這邊防守下來 沒石頭可以修了 殺身的城堡會倒喔 三巨頭就能搞定一切 OK 搞定了 但是對方也是來到三巨頭 喔 剩四巨頭了 這也是一個雙寶一個 開蓋的方式 那邊都是地出想要量產巨頭 互丟 好 鑽瓦技術點下 但是來不及 第一座城堡也是倒了 馬上再補下第二洞 那這邊可能會按幾隻列提示出來防守 這時候沒有選擇直接去拆第二座城堡 反而是先行拆對方巨頭C 但是這邊巨頭準度其實不太夠 要砸到一發必命 其實有點困難 但是火炮已經出來了 火炮出來 他在場上並沒有第一時間補下 這個火炮能活下來嗎 可以 好 終於拆掉一台巨型托斯機 但是後方的城堡也要垮下了 大量的勝率直接在前線做招強動作 但是這邊直接往後拉 沒有找到任何一隻的單位 但是巨型托斯機還是帶輸出 但輸出的時間到後面 突然不攻擊城堡了 轉向攻擊MBL的巨型托斯機 兩邊巨頭的一個結果 MBL站上了上風 但是前線有火炮可以輸出生旅 但是生旅不敢太往前 怕會被這個城堡射到 那這邊有個細節操作 他只要這邊先遭響長槍兵 然後在最後一刻 轉向去遭響對方的火炮 只要ON一下 對方的火炮立即就會變成你控的了 這個就是一個生旅戰的核心重點 先遭對方 可以比較容易及時遭響到的單位 然後在最後一刻 轉向去遭響對方的火炮 這是最好的解法 那目前巨頭大戰結果 擬控這邊的數量 開始緩過來了 兩邊都炸的差不多 但是由於有生旅的關係 所以火炮也不能隨性所欲的 一直在往前輸出 所以現在巨型托斯機 誰打的準 才是重點 還有誰修得快 這邊直接沒空好 直接被招掉 更多單位被招走 那目前巨頭剩下四台 兩台巨頭打四台 應該也是沒機會了 這邊被招的村民數量也會越來越多 MBL現在生物的部分 也是落後的狀況 現在要怎麼打贏這面的一個巨型托斯機的戰爭呢 這是值得觀察的一個重點 哇看起來 尼控 對薩拉森有一定的了解 我完全沒有想到薩拉森其實也可以打生旅戰 他生旅戰其實也是不弱的 我對薩拉森的印象就是 駱駝 弓兵 然後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他打其他東西都沒有特別強 但其實生旅戰也不錯 但生旅戰太吃手術了 像我這種 分數偏低的玩家 只有1600分的 要這樣控起來真是 太困難了 好 這邊直接互炸 火炮直接炸掉 哇 尼控這邊生旅戰打得非常漂亮 虎巨頭繼續往前拆 但是這邊不敢上去招響 原因是因為 生旅要直接靠近巨型托斯機才可以做招響 但是後方有城堡 所以這邊生旅是絕對不可能往前的 這邊就只可以靠自己的巨型托斯機 加上火炮 去做一個防... 火炮怎麼倒了 不是吧 這個巨頭有點準 這邊 又打掉一台巨頭 很賺 但是後方城堡 你今天沒有太多資源可以修了嗎 結果這邊直接招掉火炮 好賺啊 回頭想要拆火炮 但是火炮應該要跑掉了 這邊直接上前招巨頭 趕快滴啊 來不及滴掉 太可惜了 這邊巨頭死機被招掉了兩台 而且火炮也被招走 這裡是薩拉森的大獲全勝 那現在零建築可以招響了 這邊可能要趕快滴掉比較好 而且薩拉森也轉出 開始慢慢轉出自己的奴兵了 而且薩拉森也是有強弩可以打 好 立陶門的話可以打這個戰毛兵 沒有問題 攻速又快 不是攻速快 移動速度快 但是 打戰毛兵 會遇到鱸駝 或是奴隸兵的話會很難打 之前上上次的改版 把這個奴隸兵的屬性 改成 不怕戰毛兵 不然之前戰毛兵打奴隸兵也是會有額外傷害 那這次的改版讓奴隸兵也稍微增強力一些 那確實立陶門這邊指出戰毛兵可能會 會有問題 可能會容易打不贏 好這邊三級工兵趕快轉一下 有來得及嗎 還是可以瘦掉 現在這邊奴隸兵沒有 點防禦的關係喔 被打到還是很痛的 現在奴隸兵的防禦力是0喔 0防啊 近遠防都是0 所以很怕弓兵跟遊俠 直接貼上來打 雖然奴隸兵打遊俠傷害也很高 好這邊點下塔盾 塔盾點下之後 立陶宛的一個遠防喔 會很高 這個戰毛兵的防禦力 還有這個長槍兵喔 還要是加4防對不對 遠防死喔 這個強奴射他 戰毛兵只有一滴血 好塔盾點下 喔4加4 哇好噁 真的是加4滴 然後再加上三防的話 4加6 哇遠防死 這個塔盾很少人點喔 因為很少會打到這種大後期 然後跟對方奴兵互射 跟對方也會有火砲 好這邊就是思想點下 這邊點下之後 僧侶就可以造成對方的火砲了 但是尼控這邊也是有僧侶的 兩方僧侶大戰 目前薩拉森打的 還算是比較 更OK一點的 MBL這邊有點被打得破 脆不及防 欸是這樣子喔 好 所以現在也沒辦法展出更多的肉嘛 好這邊點下印刷技術 增加一下 僧侶的遭翔射程 現在僧侶有射程了 也可以遭翔對方的火砲 這裡趕快按出一下僧侶 但是目前前線的戰線 要小心對方的一個強奴 跟巨型頭時機 一直往前踩的問題 而且火砲還可以克制對方的 戰毛兵 所以自己戰毛要稍微小心一下 不要被火砲給打到 好這邊高速戰毛直接 嗚嗚秀一下B陣 兩邊直接做個互打 左邊一個輸出 正面的巨型頭時機 還在拆房子 開始火砲 大量打倒了大量的戰毛兵 這邊想要用手點生侶 這邊生侶被點掉非常多隻 好這邊利桃玩利用 戰毛兵的高速移動的一個特性 直接收掉了非常多的生侶 所以生侶戰只要這邊對方的生侶一邊少 自己就可以用生侶去招搶對方的火砲了 這個就是一個生侶戰的細節 用垃圾兵去換黃金單位的生侶 是非常賺的一件事 目前這邊打完之後 右邊這邊也想要開戰 右邊這邊蓋完城堡之後才發現 對方其實這邊也有城堡 這邊城堡也被俩包 後面就開始造巨型頭時機 要來拆城堡了 但是我覺得現在MBL 這邊突然開戰的話 我不太確定他有沒有資源可以去守住正面 因為他現在正面要擋住的一個重點 是要趕快按很多的肉麻出來 肉麻防禦那邊也要省一下 不然很容易被這邊奴賓給射光 但好處是現在妮孔 妮孔這邊是沒有出這個強弩的 所以強弩沒有的情況下可能 不用點防禦 還是要點一下防禦 如果他變強弩就更麻煩 那現在立陶宛這邊最尷尬的是 現在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讓他慢慢農出來 這邊一定要趕快去轉一些戰毛兵 或者是肉麻出來 去打一下比較好 不然就是要轉騎士 但是轉騎士又沒有馬鎧的部分又很難打 所以現在MBL很苦惱 你看這邊上面也打不贏 三台巨頭 直接應該也是可以拆掉 城堡也是爆 兩邊互換 但是下方有火炮 後方三個馬就有存一些肉麻 哎唷 存的肉麻蠻多的 這邊肉麻存那麼多 但是家裡卻沒有火炮 沒有肉麻 唯妙 這邊稍微修一下 但是直接被找走一台火炮 完美 這邊回頭開炮一下 哎呀來不及開炮就直接倒地了 現在森綠有射程 12射程的森綠招翔 很不錯 跟火炮射程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這邊只要戰毛一往前 奴兵就要只能往後撤 奴兵不往後撤的話 奴兵往後撤火炮就往後撤 突然會被招走 但是這邊奴兵卻沒有往後撤 直接還是硬扛了戰毛傷害 倒了一些奴兵之後 還是有收到對方的生侶 MBL這邊沒有預測到對方沒有直接撤退 反而是選擇了硬吃戰毛傷害 但是也是順利收掉了MBL的生侶 那目前右邊這邊直接用大肉碼直接過了殺老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去拆菌頭死機 這好像搞錯了什麼 結果在城堡下方直接吃到奴兵的一個 飛刀傷害 飛刀傷害打得非常的痛 一個飛刀會打不倒地啊 哇直接爆血 好正面回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清奇兵也過來營救一下 正面戰毛病的一個襲擊 好這邊再做個招翔 又招到了一台火炮 火炮一直招一直爽 但是目前MBL黃金數量其實不太夠的 好這邊有更多的清奇兵 這邊可能要轉一些長槍兵出來會比較好 不然清奇兵實在太麻煩了 而且這個清奇兵是三房的喔 哇 雖然還沒有品種 有品種的話這個清奇兵會更難纏 這邊直接用清奇兵去抓對方的火炮 聖旅這邊有點迷失人生方向 怎麼再往前走 哇直接被 戰毛射個幾發 欸但是沒射死 還活下來 那這邊收掉兩台火炮之後 MBL 新滿一族的拉著戰毛兵回家了 但是正面依舊還是打不一定的狀態 右側的話一直被奴隸兵守下來 現在該怎麼打呢 家裡已經被拆了快要三分之一 很多農田已經消失殆盡了 巨型投石機的範圍的建築物 已經幾乎要被全部拆光光了 右方這邊有一個繞路的騎兵分隊 這邊有稍微圍一下嗎 這邊出來蓋房子 第一時間還是有圍 喔呦女控這邊還是有在看的 除了前線在打之外 家裡這邊還想要包起來打 有想法捏 三隻奴隸兵能收掉清奇兵嗎 應該是沒問題 傷害夠高 基本上只要四到五發 就可以收掉一隻清奇兵了 好回到這邊 正面的部分火箱兵應該慢轉出來 火箱兵開始在做一個射擊的動作 好 那這邊看起來 戰狼兵依舊沒有辦法做出態度的事情 自己還是要轉一些肉碼出來比較好 右側這邊清奇兵做到一點事情了 刷到挖黃金的村民 很賺 哇這裡居然直接原地開農 開始往右側發展 但是這邊巨型投石機 依舊是一個難解之體 左側的黃金處也被尼控發現 哎呦你左邊居然有黃金礦區 這邊趕快派大量清奇兵過來做一個攻擊 好正面清奇兵直接也是貼的上來 但是後方戰毛兵只能看到對手直接砍自己的兵 但是後方我在想這邊轉火槍的話 我不確定是不是好事呢 火槍的話還是很容易被這個奇兵給淹過去 好這邊奴隸兵也有一些在家裡做防守 兩邊資源都用得非常的極限 NBL這邊肉有點多 66片農田 這邊右邊有稍微做到點事情了 這裡肉馬有砍到一些村民 但村民數下降並不明顯 尼控這邊還有130幾村 NBL則是139村 那有點變成垃圾兵大戰了 NBL 黃金只剩下四個人在做挖掘 最後一塊礦區在這 右邊的礦區也被挖得差不多 除非要來這邊挖 但是尼控發現右邊有大本營 直接把自己的巨頭全部搬到右邊 要來拆這邊的馬舊跟所有的建築物 我看起來是涼了 這裡這一波過來 你出洛馬也沒救 因為洛馬會被奴隸兵吃光 你出毛病也沒救 也會被奴隸兵給丟光 還有這些大洛馬 大洛馬還在這邊抓到大量村民 完蛋 這裡也沒城堡可以做一個 墊後的動作 哇 哇 這裡被抓掉是不是就沒了 哇尼控你現在才 1.2級木跟1級農 你 這個男人 真的是太狠了 注意看這個男人太狠了 帝王時代才點1級農 是不是最近的 那種抖影片都是這樣講 好2級木點下 彈道血也點了 但是NBLR已經逐漸放棄了 自己大本營被抓包 直接打出了GG 哇這裡 太扯了 我沒有注意到欸 居然NBL跟 擬控地方時代 連1級農都沒點 難怪我覺得他們兩個 怎麼那麼多 那麼缺木的感覺 而且擬控最醜 連2級木都沒點 真的是太狠了 不點2級農2級木 也可以打得贏 而且還是薩拉森 薩拉森已經算是很窮的文明了 還可以打成這樣子 這場真的是 也是蠻精彩的 雖然沒有看到什麼 特別的畫面 應該也算是蠻特別的 6台巨頭一直猜 很少可以看到這樣拆一直爽 我覺得最精彩還是 尼控中間那一波 直接用神去招巨頭死機 跟火炮 瞬間招三個東西 那真的是相當精銳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畫面 經濟畫面 立陶宛這邊 基本上是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黃金上次輸了1萬 原來尼控這邊是拿到了5勝物 黃金高達4488 4484的一個黃金數量 哇數量非常誇張 那MBL這邊是木頭3萬3 那食物只有2萬8 那薩拉森是只有1萬9而已 很明顯薩拉森這邊是用黃金 砸死的對手 那兩邊經濟狀況都非常慘 57分一擊農田 真的是世界奇觀 這個畫面真的是很特別 很少會看到這種頂階玩家 到這麼大後期才點下這個一擊農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再幫我按個喜歡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